來關心303全台大停電檢討報告出爐 台電董總請辭獲准 但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他卻是留任了 行政院長蘇貞昌 希望這次他能夠在六個月之內 整盤整解決台灣電力的問題 才是負責任 去年這個時候 全台碰到百年大旱 王美花帶領著團隊 度過危機 表現卓業 現在 我們發生大停電 對不起國人 王美花部長 有再次跟我表示 是要負起政治責任 我告訴他 下台瀟灑的走 是瀟灑 也是輕鬆 但我要求他 拿出能力 破例 努力 找出為什麼 一再發生這樣的事故 把操作 管理 甚至於電網任信 總統的問題 六個月內 來 找出來 盤整怎麼樣來解決 才是負責任 三天三 全台大庭電引發了民怨 為了平息眾怒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昨天准許了台電董事長楊瑋甫 以及總經理鍾秉立請辭 董事長職權是由經濟部政務次長 曾文生來代理 而總經理是由副總經理王耀廷內生 至於經濟部長王美花的去日 由蘇貞昌以其為重大政策奴隸為由 沒有准詞 但是要求他在六個月之內 要督導台電提出強化電網任性的完整計劃 所以全台大庭電王美花卻是留任 蘭英舟諷刺了 不專業的官位是最穩的 沒想到居然王美花他留任了 但是他規劃了三大的任務 就是要重新檢討電網 強化人員的訓練 還有引進專家的檢核 但是對於台南人來說 真的是心很痛 為什麼呢 六天來停了五次電 台南永康區 3月2號已經有零星的停電了 3月3號早上大停電 當然也停電 下午的時候又跳電 然後3月5號737戶也停電 3月7號又無預警的停電 所以台南永康人就說了 難道是我們的愛不夠嗎 要用愛來發電 愛是不夠的嗎 所以才造成這樣子 不斷不斷地在停電 好 我們就來看到了 這個檢討的報告 那麼認為就是因為 台電人為的疏失 還有就是保護的機制失靈了 這次還包含了電網的設計不良 這個部分要重新來檢討 但是有人就說了 王美花真的是鐵打的官 為什麼呢 因為像之前815停電的時候 經濟部前部長李時光 當時就請辭了 還有太魯閣出軌事件的時候 當時的交通部長林佳龍就起辭 但是沒看到 王美花這次超級穩的 究竟是為什麼呢 好 我看到蔡政府上任以來 國內好幾次的大停電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痛批了 蔡政府推的2025非核家園 就是擺爛將會留下爛攤子 她火力全開的炮轟民進黨 讓媒體全變率簡直是太過分了 蔡政府任內五度大停電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爆料 竟然連北市的重大建設也被限電 她抨擊蔡總統只顧著搞2025 非核家園會留下缺點爛帳給百姓 她去找小英 講到2050 靜靈碳排放 給小英冷冷地回答她一句話 我總統幹到2020 李遠哲說她當長氣得快發瘋了 2024一下台 那個會留下一大堆爛攤給我們 你把核電廠全部關掉 可是你那個再生能源算20% 這樣明明就不可能嘛 你6%變20%怎麼做得到 所以這實在是白蛋 小英政府什麼都不做 誰當2024的總統都很慘 中炮轟小英 難道是對參選2024很有信心 柯文哲說她被王軍和電視台 轟得體悟完膚很沒信心 柯文哲越想越活大 真心話全出爐 以前哪有什麼綠媒 藍媒 現在哪有 現在通通都是綠媒 太過問了 我覺得那媒體這樣一言堂 覺得民進黨不要臉的地方就在這裡 黨政軍退出媒體不是你們主張的嗎 結果你們今天怎麼大言不慘 這樣幹這種事 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當年信心苦苦 特犯國民黨不是換來這樣的民進黨 比國民黨還超高 如今就怕媒體生態 像改不了的能源政策 走向偏峰 充滿政治角力 記者楊七號區郭豪 SNG小組台北報導